今天來開長幾大兜的產房 順便聊聊長幾大兜的繁殖問題吧 我先說了 這次的投產的結果是非常慘的 本來沒什麼意願特別拍攝成影片 不過因為很多人留訊息敲完 所以還是做個交代好了 也藉由這個機會和大家討論討論長幾的繁殖問題吧 如果你想看暴產滿滿的蛋 那麼可以左轉離開囉 這已經是第二次挖產房了 第一次開產房供孤後 我做了些濕度的調整 並讓母蟲再交配一次 但還是於事無補 你看 這就是唯一的後代 看起來還蠻健康的 但在這種狀況下 我無法預期它能順利長大 事實上 這隻公蟲總共配了三隻母蟲 我自己的兩隻 幫朋友艾倫配了一隻 我這兩隻母蟲中 一隻全部爛蛋 另一隻則是只剩一顆 沒錯 一顆 而且居然孵化出來了 簡直是開嘲諷劑嘛 而我朋友艾倫的母蟲 到目前整體上也是爛蛋率偏高 雖然有幾個蛋已經膨脹 應該有孵化出來的希望 大約在七八年前 廠擠大都的極限還在160mm的年代 那時候台灣市場上的廠擠幾乎都是無血統 或奔土血統 如盤古或泰坦血統為主 河野、Hiroka血統或流星血統相對非常昂貴 我在那段時間瘋狂養了很多無血統的場景 只要有便宜幼蟲我就買來養 當時幼蟲的折損率非常低 並且使用中階的兜土就養得蠻不錯了 蜂蟲出來大約都在140-156mm 雖然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真的不算大 而且胸腳也不出啦 但是養起來的感覺真的是簡單又快樂 那段期間我也繁殖無數的母蟲 生產量大致也都很好 我最誇張的記錄是 單隻母蟲共生了151顆蛋 並且孵化了148隻幼蟲 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也同時發生了 這些幼蟲全部卡在惡靈墨山林處 滅團了 大家都知道場擠目前產地都是進補的 倒採的話後果很嚴重 所以無論是在台灣或日本 幾乎不會有野生蟲了 也就是只能靠寵物市場現有的基因庫努力玩下去 也如同各位所了解 現在台灣的長擠市場已經被河野完全自罷了 不得不說 河野的血統長擠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理所當然會放棄沒血統的長擠 轉投入河野血統的長擠 這樣的後果就是 在台灣 你怎麼換血都有可能換到原房表兄弟姐妹 甚至是親兄妹 也就是說 標示著CBF1 其實能可能是精心交配 於是基因弱化變成一種蠻常見的狀況 基因弱化無法直接從清代外觀大小來判斷的 直接的表現是不生蛋或是爛蛋很嚴重 然而並不是說孵化了就過關 有些幼蟲會不轉三菱或轉三菱後巨石 這些個體當然是沒機會存活了 好啦 聊到這邊 或許你不禁想問 那該怎麼挑選長擠的成蟲或幼蟲呢 我只能說 盡量找有上癒的店家或蟲友 購買時詳細問清代的來源和繁殖的狀況 記得要有禮貌 不然上擂台別怪我喔 然後 多拜拜祈禱好運氣 竟然是聽天命喔 哈哈 也不全然這麼消極啦 就我所知 有些重電老闆和資深重友真的功力非常深厚 他們藉由超巨量的繁殖經驗中 歸納出了成功的規律 所以 如果有機會 可以多多向他們討教和交關才是快速成功的捷徑喔 好啦 雖然這批繁殖施力了 不過沒關係 我一定會再接再厲的 希望大家繁殖飼養都順利啦 以上是我的一些經驗 但我相信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和解釋 所以希望大家能在下方留言 一起聊聊自己飼養長脊的經驗喔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觀眾請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 掰掰